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时候让人感觉 安倍真的是日本历史上最有运气的首相 非你不可 甚至大家认为说 他有可能会超过佐藤荣作 成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 曾几何时 现在我们的安倍首相不得不要对自己的内阁改组了 日本有一句名言 我忘掉是谁说的了 他说每一次解散国会 对执政党是权力的扩大 可是每一次内阁改组 对执政党都是权力的缩小 是 其实日本很有趣 它的内阁一共19个阁元 这一块换掉14个 而且里面结果有名的像什么倒天棚美 尤其倒天棚美 这种就是说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 不承认 甚至不承认日本缺点中国的 他出来当这个什么防卫像 防卫像 好 这个人都走 而且这个人曾经还是我们安倍的继承人 一点不错 安倍培养的政治明星 对 安倍就想培养他 对 不过这点我也看到安倍到了这个时候 他那时候你看 现在他的支持率不到30%左右 只有6% 所以他也发现情况很危险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叫做 那个在东京都知识 东京都知识选举 这不是有一个叫这个白鹤子 他其实以前是这个自民党的 后来他分出来了 所以跑出来了 这个女孩子也很厉害 他们就发现新的这些 所谓以前讲小群的时候 所谓刺客 他们都长得蛮漂亮 然后以前是报报新闻 新闻主持人 是 他就成立一个叫做 他们叫做 叫做很有意思 他那个叫除名这个 一个大集合 然后他就当那个 那个算是分出来了一个政党的主席 结果他一选就 东京都知识给他拿下 而且这是日本地方选举最重要的一个选举 事实他推出50个人49个当选的 所以你知道吧 他真的很厉害 很多都是以前没有进政坛的 所以你也想到日本的那种想要改变 对 这个事情一变出来以后 自民党紧张了 对 真的紧张了 最近这个几个人很有意思 本来这个有个日本的民进党 有个叫联访的 他是民进党的主席 他以前也是这个新闻主播 然后他是台湾籍的 台湾去的 就他这时候甚至也很旺 一部觉得好像可能 他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党啊 叫做这个 可能会取代 目前日本的这个安倍 然后他可能变首相 就有这个机会 好 但是你一开始一起来 人家就讲说 你不行啊 你有台湾的这个国籍啊 他母亲是台湾人 他讲他讲好那我退掉 就不能退 因为日本人 日本不承认台湾 对 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不是 他们无所无所可退 所以我退也退不了 结果他只有后来只有辞职 对 所以日本的发展很有意思 你知道日本人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太有意思了 因为安倍只有一个目的 修宪 是 他现在是不是能够修宪 修得成 不见得 他这么低的支持率 他很难推动修建 就比较难一点了 他其实前时候 一股座去搞完算了 他就觉得我反正 我实力很强 我慢慢一步步来 这样子 他这个里面现在新的一个 叫和野太郎 这个他也许他不够知名 他爸爸更知名 他爸爸 红野洋平 对 这个人曾经 曾经讲过一些 亲中同时认为 日本侵略中国有问题的话 当然了 承认这个魏安夫事件 对 也这个为日本侵略中国 有道过去 当然儿子不见得代表父亲 但是起码他的意思就是讲说 因为日本他就用这位当外相 可能希望能够中日关系 能够好一点 不过你也看得出来 日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是在这种情况 因为整个自治地拼不往下走 当然也有人分析 这个日本目前还是非常的这个右倾 那么你就算 就算安倍有问题以后 他出来的人也许还是右倾的 因为本来这个别的人 像我刚才讲小池百合子 目前好像也没有实力达到那种地步 现在还没有人能挑战他的手上位置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看他换的人以后 再做下来结果怎么样 当然他这次 我觉得他自己的几个问题 我看 我也不觉得问题很严重 因为第一点就是他老婆搞了个学校 那个学校那个丑闻 然后学校里面有点丑闻 什么丑闻就是说 学校里面 学校因为是一个偏远的地方 那要处理很多问题 就由政府来出钱 然后一些公司来出钱 做土地问题就把它分过来 那这个就变成你那个丑闻的一个 这个是刚好是一个 可以把你当作目标的一个事情 是 然后他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夫人很有意思 以前不是开个居酒屋吗 那时候好像觉得大家很有意思 现在帮你开个学校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 挺有趣 所以说男丁话 你都作为第一夫人了 其实大可不必在经济利益上有所瓜葛了 对 一般说实话 你看各个国家出丑闻的 在第一夫人出丑闻还真不多 比较少 大家都会表现的比较低调一点 尤其在日本 尤其在日本的地方 当然 我倒觉得 安倍虽然表面出来的问题 似乎是他个人丑闻的问题 是民进党自民党内部有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根本问题 还是他没有把日本经济做好 一点不错 这才是根本 你讲不错 日本其实是个经济动物 也是个经济大国 老百姓在意的就是经济 它这个日本的三支建搞下来 搞那么多年搞下来 后继无力嘛 前面就前面一个两个 像日元贬值什么 还有点成果 但是后来就整个要重整啊什么 都没有办法 对 所以就表示 我看我们讲到 日本是官僚非常严重 很厉害 官僚制度非常严重 你要改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改 我们常常觉得 印度人好像 对不起 日本人好像蛮有效力什么什么 其实不是 他们的官僚制度太严重 像日本上次核灾的问题 我们后来发现 全是官僚的问题 没错 就是东洋这个电器 他们的那个 全部官僚的问题 否则那问题 可以解决的 当然自然灾害是自然灾害 但是并不会影响 把这个核能厂搞得这么麻烦 所以日本的问题 我觉得也相当严重 不止这个了 官僚化的问题 还有日本现在经济不前的问题 还有日本这个老年化的问题 老年化那时没办法 对不对 还有一个日本最基本的 他不能接受外来的移民的问题 美国就接受移民来给他进入新学 日本这方面又没办法 所以现在日本人如果是减低的 然后他的工业化 他很多东西 以前我们20年前 天上什么Sony啊 什么山羊什么东西的 现在都没听到了 对 他的很多产品都被韩国台湾大陆都取代了 但是他东西做的还是很好 但奇怪 他的管理和那个 怎么去卖这些产品 他有问题 而且现在发现了 他还有更大的问题 他的汽车问题 对 日本最强的是汽车 真的是以前最大的 他有九个公司 每个家车子都很好 现在当然也不错 但问题是 他每一个车子 很优秀的车子 当然日本也在做 他也很多车子 也什么 什么 定器 什么 汽油 一半一半的坐载 等于慢慢也像做定器 减减 但问题是 你没有办法像你以前一样 你占领的这个制高点 技术的制高点 别的国家有的 做的比你好 中国就做得不错 好几个厂子都做得很好 所以日本慢慢他就在 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没有加强 旧的慢慢在消失 再加上大陆市场掉了很多 很多市场掉了很多 所以日本新的问题很严重 对 日本的核心问题 对 核心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 因为日本呢 其实三支箭应该说 还是有一定的指向 但它第三支箭 我记得刚刚公布的时候 日本的一些经济人就说 他说它最难做的 或者说它最应该做的 就是调整日本经济结构 对 然而它根本调不动 它调不动 真的 我们从听到日本产品的时候 就知道日本是三大将 电器 家用电器 电视机 汽车 到今天你出口 还是三大将 而且这些大公司 它主导一切 对 你政府 大公司在国家的生活当中的 这个分量太重了 对 所以日本的政客呢 也确实难为他们 但是又说不来了 日本在过去安倍上次第一支箭 第二支箭射出去的时候 日本是有一定的经济起色的 特别是它的这种印刷货币之后 让市场开始繁荣起来 是是是 消费能力逐渐在增加 当然它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的通货膨胀率 能让通货膨胀率提高到2% 让大家愿意花钱 到现在也没有达到 这就是因为它老年晃了嘛 对 那些退休人员 哪里愿意花这些钱 你知道吧 退休的观点 其实在美国也一样 退休以后有出没进 是 你再怎么讲 它都会尽量节省 不像以前你年轻的时候 不节省 你年轻大了也不节省 然后下个月支票会来了 你不大 所以我可以赶花钱 现在不赶花钱 那么就算你这个 你希望说这批人 能够多花一点 他就不要花 你这问题就很严重 再加上你自己的一些 什么其他产业的问题 别的整个问题 所以日本现在变成 有点走到黄昏的味道 而且日本最大的问题 其实还是一个整体 人民已经不再是 当年六七十年代 那种奋发上上的那种尽头了 现在什么都被大公司垄断了 什么东西都是被大公司 所占有了 所以人们那种创新的尽头 虽然还有很多人 孜孜不倦地在争取去创新 在做新东西 但是基本这些东西 都不会形成社会的一种资源 好东西都被大公司买掉 对 一年不再 大公司全部垄断掉 所以日本大公司 在日本社会当中的 这种不仅仅是经济影响力 它的社会影响力 甚至政治影响力 越来越大 让政府有很多东西 甚至对外政策都要 跟这些大公司 都要做一定的妥协 对 所以日本的经济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日本经济问题没搞好 是日本安倍内阁 这一次不得不 内阁改选 或者说不得不 重新调整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也影响到安倍 未来执政的一个方向 时间往下我们休息一下 范先生 这一次内阁改组当中 就像您讲的 他选了一个 刻意选了一个外交部长 对 他有几个人 选的是有点特异的 一个他就是他的防务大臣 是 他是一个回炉的 回炉的 以前的一个老右派 他这次比较的一个亮点 让外界 大家看到了 就是他这个外长 大家认为说 他选一个跟中国 有一定渊源 而且中国方面 又比较容易接受的 一个外长 他也希望跟改善中日关系 当他修宪修不成的时候 或者说修宪遇到 极大阻力 不得不暂缓的时候 他也不得不回来考虑 要跟周边 特别是跟中国 要改善关系 他也曾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曾表示说 希望他年内 今年年底 能够正式访华 而为明年 习近平十九大以后 成为一个更有权力的领导人之后 希望你第一个出访国 应该是日本 愿望是好的 或者说愿望是有的 可是他对实际改善中日关系 可又没有什么作为 对 其实我们看看日本过去 他四年半 他做了四年半 你看他过去的一些作为 他比如习近平和李克强 到哪一个国家去 他就跟着去哪 然后中国做什么事 他就跟着做一些事 中国到东南亚 他也到东南亚 搞得都破坏了 就跟你对着干 然后从来没有 表面上说要跟你合作 实际做的是另外一条 所以我在常常想 你安倍你想想看 你自己过去多年是这么做的 那么你现在怎么能够要求 中国来跟你合作呢 起码合作也不可能要求 他心愿成富地跟你合作 表面合作有时候 也许做得到 但是实际地做 其实讲的一点不错 招朋友都要真心招 国家也一样 你不要表面掌声 你不能做得太过分 是 然后你什么都不正 其实对日本来讲 我们中国没有要求任何东西 我们要求只是一点 因为你对过去那么多年 我们才发现 讲到抗日或者反日 对中国来讲很好做 因为大家心里都有这种 历史的畅痛 因为你到现在没有道歉 这一页很难翻得过去 要你的很简单 你就道歉 你说为什么不会做 这一页翻过来就完了嘛 就好了嘛 他连这些都不愿意做到 因为他呢 我觉得他硬性太好 好 碰到这个中国的内战 然后碰到冷战 然后碰到韩战 碰到那个越战 把它整个做大了 他觉得我手势不要做 我全部都到我手上 我等着国际局势变化就好了 问题是现在情况在 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会想到 他怎么会想到这个中国 走到它前面变成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它变第三 它很多经济方面 必须要跟着中国的步调 要去迈到中国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好 你现在如果中国市场不要 你过去这么多年 其实日本有个问题 就因为中国市场慢慢在萎缩 对 所以他小子 你必须要去找中国 那找中国你又变成 中国其实我觉得 中国人算是一个很宽大的民族 那是 事情过去差大 我们很宽容了 过去了 没有说要跟你搞而已 但是希望你说 你承认一下 你以前对不起中国 你不要讲对不起 对不起中国老百姓都可以 然后你说以后 你不愿意再做了什么的 可以 你还变本加厉 那你说中国怎么样跟你 能够推心制服的 跟你做朋友呢 但是安倍呢 也有幸也不幸 不幸的是在于说 他没想到美国换了一个 当了川普当总统 对 他的TPP不玩了 日本原来对TPP的 觊觎希望非常高的 他希望通过TPP 不仅让日本的出口 可以上一个台阶 而且还可以在经济上 在太平洋地区围堵中国 希望给中国一些麻烦 没想到川普总统改选更张了 不仅不提重返中国 而且还把TPP给灭了 所以这让他有点措手不及 讲得非常对 他其实放弃也蛮多的 一个是国内农产品的问题 这是日本没办法动的 对 那是退无可退的问题 他都放弃了 还要见过你美国的 什么美族美牛的问题 他也放弃了 因为我有更大的目标 我可以整死你中国 是的 就发现现在 你放弃的东西都放弃以后 你想放弃以后 你真的东西没拿到 没错 结果 其实我觉得川普很有意思 川普我们这位总统很好玩 人家讲 做他的朋友是最惨的 第二个是做他的邻居很惨 做他远一点就好一点 不确定性太高 不确定性太高 他是一个很 不他头脑其实还是很清楚 来做很多事情 人够聪明吗 人也够聪明 所以我觉得我们回到日本来讲的话 日本如果你不改弦更脏 如果你不把一些 你基本上希望做了一些事情 你没办法去做 你想到的只是继续 唯独你中国 继续压你中国 继续找了人来敢干这些事情 你想中国 就算你河野杨平 你的那个老爸过来 那也没用 都没有用 那也没用 你如果好好的 你现在这个 这个他儿子如果能够好好的 在中美 在中日关系上能够做好一点的话 当然是有帮助 我觉得 其实我 我想我们都同意 事实上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 为什么要对抗呢 是 能够活着这种是很好的事情 何则两利嘛 对啊 你按照搞对抗 那大家就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我倒觉得 日本最主要问题现在于 你日本 你是不是能够反省一下你自己 你想以后要怎么做 你对中国要 真的要怎么面对中国 日本这个民族很有意思 我记得看那个 看一个报道 他们去旅游 在哪个国家 大家那个日本的那些 五十几岁 四五岁 那个中年人坐在 那个Lobby 大家在那里 看看报纸 答案的话 突然有个年轻人进来 日本年轻人 穿那个泳装预备 要这个去游泳什么的 很高兴 嘻嘻啦大叫 每个日本都看 你在搞什么 你丢日本人脸的 日本的这个 他们的这种观念想法 是很保守的 不过日本 应该这么讲 日本民族的文化 受中原的中华文化影响 是蛮多的 但是毕竟日本偏居有 他自己在一个岛上 生活那么多年 他还是有日本自己的文化 和自己的传承 很多东西 不能用一个中华文化圈 就可以说 日本跟中国有很多接近 这一点 其实我想很多日本学者 并不赞同 当然了 安倍首相 他也有幸 也不幸 有幸的就是说 毕竟他选举当选之后 他有一路曾经 他的安倍经济学 还是让得到了世界很多的认同的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他因为遇到了经济的困境 经济的困境是日本目前处理 对外关系 对内关系 目前最大的障碍 谁都清楚 中国经济一带一路 世界银行 而且亚洲开发银行 这都是开放的 现在日本已经在表示 愿意不仅要考虑加入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基础建设银行 同时也有意愿 要加入一带一路 对 同时他也表达意愿说 愿意跟中国在更广泛的经济层面 特别是中国主导的RCEP 东盟自由贸易区 他也会很快地会加入 是 所以看来日本也是最终 还是要回到亚洲 或者东亚 这样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圈里来 对你讲的一点不错 但是你想想看 以前你拼命不要加入 所以你想加入我就让你加入吗 而且他加入 他说我要加入 同时又和印度 就开始搞什么自由 什么一条路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印度 你日本还是跟以前一样 你没有想清楚 你自己到底要在什么位置 你还想玩两手 然后你还想说 能够捣蛋就捣捣蛋 然后我参加你 我给你面子 其实人家现在也不见得要你参加 你参加进来就希望合作 好好一起做 其实你日本好好想 你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 比中国这个1842年 亚迁片战争 还晚了二十几年 对 二十四年 最后你现在发展到 现在这个地步 你不想看 你其实是一个亚洲的国家 你曾经非常好 非常繁荣 你当时现在你的工业水平 什么你都做得很好东西 你的高级的一些东西 都是你在做 但是你其他方面 你现在开始有很多问题了 你必须跟你的主要领国 尤其中国你要看到好好合作 对于台湾 你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台湾 好像是你的一部分那种感觉 你如果能够好好面对这些问题 我觉得你 日本 日本没什么问题 你国内很发达 你的一切文明文化都很好 你这个人口也能够在你日本 也能够活得很快乐 你好好做嘛 你偏偏要想继续去侵略别人 去搞别人的问题 何苦呢 你不这样做了 我觉得你其实你日本就 安安分分地算是个亚洲的一个发展 我们中国的大国 大家好好的和平相处 我们中国人不会有什么问题 跟你一起相处 而且当然日本的问题呢 日本在整个 由于美国改宣更张以后 让日本有一些挫折感 当然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 对自己 对中国本身的一个 其他的各方面的一个制衡的措施 包括他和印度关系越来越密切 特别也不能不否认 日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还是蛮大的 是 蛮大的 你看我一些朋友在缅甸跟我讲 他说在缅甸 缅甸人对日本人的好感 他们经历很久 对 还是蛮多的 所以看得出来 日本是有一定的自己的基础 但是很不幸 日本最大的不幸 那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是使得日本 在亚洲一家独大的状况被打破了 对 但是日本得明白一点 现在你不是要跟中国争 对 亚洲谁是老大 而是跟中国一道 能够在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同时 能让亚洲经济更繁荣 对 亚洲繁荣带动世界整个经贸的繁荣 大家都是小河污水 大河污水小河干嘛 你只有大家把饼做大 每个利益才好 所以中日友好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意愿 但是问题是尤其日本的领导人 应该为中日友好 做一些实质和聚集的事情 如果什么都不做 只是嘴头表达 然后同时还用两面手法 我跟你讲 就是你就是日本人就太傻了 太缺乏诚意了 你不想 你以为全世界都不想你心里想 什么都是傻瓜嘛 好 今天事业的关系 只能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感谢范玉峰先生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